這件完全跟你沒辦法搭配 非常繁複 沒辦法搭配 你是一個帶動小朋友歡樂的人 可是你收藏的竟然是那種 好像一千年五百年那種老東西 充滿了神祕 甚至我說這個盒子 乖你都先不要碰 這個盒子都有來歷 像這種盒子 基本上跟小朋友差距太大了 這話什麼意思 乖你先不要碰 我是碰手就壞掉了什麼 不是 我的手有問題嗎 這比較特別 這個碰起來 真的要像那個體重計秤一下 八字到底有多重 我跟你講 藏傳佛教有些東西 不是隨意可碰的 對 比如說這個盒 這個盒不是珠寶盒 或是藏傳佛教的人 去買珠寶放在裡面的 它是放法器的 放什麼法器 放什麼法器 不知道 你買這個東西不知道怎麼回事 因為我看的時候 就是見過花式 原本一看 它是有好幾個 在見過花式 古董店 然後好幾個 第一次去看的時候 就覺得很漂亮 他說這是藏傳佛教的 一個盒子 然後上面有箱了很多 你看很多珠寶 這些珠寶叫七寶 青金石 珊瑚 這個綠松石 這個綠松石 你就可以碰 我就不能碰 你可以碰 我可以碰 我們拔字 我們拔字九兩九 那你拔字幾兩 沒那麼重 那你都不會碰 然後你看 這個上面全部都是寶石 這個你要知道 這些寶石 但是照我們來看起來 也許不是那麼貴重 可是你應該想 在藏傳佛教的西藏而言 對 它哪有什麼寶石啊 很少 很少對不對 大部分人就是天珠 天珠也是瑪瑙 頂多也就是這樣 可是他去哪裡找這個珊瑚啊 對不對 珊瑚是海邊才有啊 對啊 但是它也是算 藏傳佛教的七寶之一啊 對 所以為什麼這麼珍貴 因為它是遠在天邊的珊瑚 對 青金石啊 土耳其石啊 這些東西都是在這個西藏來講 是很貴重的寶石 你看它就給你香在這個盒子上 對 那表示說裝在這個裡面的東西 那就更貴重了 很貴重了 對不對 所以那我們再來欣賞一下 它還流金 看到沒有 流金 這邊有那個金剛柱 這是流金 什麼叫流金呢 就把黃金鍍在上面 上面的 一般而言 藏傳佛教這個東西不輕易示人 對 那會有這個東西 這個也是因為藏傳佛教 這二十多年以來 就是在全世界 就很風行 大家 尤其一些洋人 老外 好喜歡藏傳佛教 對啊 喜歡就是跟著這個達賴喇嘛 一起 所以就開始就有很多的藏傳佛教的東西 就跑出來了 跑出來了 也做的 有的是怎麼樣 現在做的 有的是古老的東西 好 我們先來講這個盒是幹嘛的 藏傳佛教有一種法器叫嘎巴拉 嘎巴拉 你是說轉的那個嗎 這個我知道 嘎巴拉我知道 什麼 人骨 顱骨 對 就是我們頭上這一塊 顱骨幹麻呢 顱骨幹麻呢 就嘎巴拉 顱骨 顱骨用人皮 是嘎巴拉 是一種骨 那個小小的 咚咚咚咚咚 好 这为什么是这么恐怖 对 先说好本台没有这样做 先说好 我先知道为什么 钱老板叫我不要碰 这个原因是因为 在藏传佛教来讲 要看破生死 小圣佛教就是修自己 所以你看他们天葬 什么叫天葬 人死了以后不是烧一烧 是把它切一切剁一剁 然后老婴来就把它吃光光 所以这个盒子 是装那个嘎巴拉谷的 所以一般不轻易试人 那也不会随便乱放 那老板还骗我说他是珠宝盒 轻易试人你把它买回去 是不是放 我没有放东西 我觉得好看放在那而已 我知道可是他本来是放 阿弥陀佛 所以有些东西 我们不宁就离 就把家里面 甚至有的人 把那边放什么 放书信 把它当什么文具盒 那就大义齐去了 还好你先说 要不然我应该会放我妈的珠宝 都放下去 你买多少钱 是啊 那时候因为生最后一件 然后跟老板一直谈 他就说好吧 那我哥 我就差不多七万块左右买进来 七万块 来 那我们来评估一下 他值多少钱好不好 我们来借价 来 请借价 五万元 还可以 别接受 别提那个二十万好多了 这个是近代放的 还好 不是老东西 那就不是放嘎巴拉了 不见得放 所以他不曾放过 因为嘎巴拉这个东西 你不要是不是一般人的头骨 不是一般人的头骨 高僧的 丧尸 丧尸 所以我刚刚不是说了吗 人不是做天葬吗 天葬把他东切西切 然后喂老鹰 剩下颅骨拿起来做嘎巴拉 而且一定是有修行 有道行的 嗯 这个这种所谓的上师 才有资格做这个 好 这个盒子 很漂亮